我們繼續做些便宜、簡單、好吃的東西 這次做個拌麵 用到這個蔥油加上這個肉碎 加上一隻焦邊蛋就一頓了 簡單得來很好吃的 而且是貼地食物 雖然是普通食物 但是我自己都整碗拍了 大家喜歡這套影片 記得要讚好分享訂閱 大家收看的是不熟不食 我是Alpha 首先在肉碎買回來 這裡大約是100克多一點 豉油、生粉、糖 這樣就拌勻它 喜歡的可以給少許的黑胡椒水調一調味 好了 放在一邊 大約是醃它15分鐘 這個時候就兩個的麵 然後有一隻的大花菇 浸軟之後我們拿乾水 這次我們在這個位置就煮食了 因為旁邊那個放攝影機的位置 正在做這個慢煮牛 我們遲些再講一下玩48個小時 好了 首先將三折的蔥就洗乾淨抹乾 然後將它全部切斷 切到蔥頭的位置就OK了 根部的我們扔掉它 然後凍油我們要多一點 大約是50至100毫升 很視乎你的份量 然後就放蔥進去 用個中火去慢慢去炸蔥油出來 我們煉一煉這個蔥油 做出來會比較香 然後用把生抽、蠔油、糖、老抽 拌勻它先 那就變成一盤這樣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將我們的蔥油淋下去 你確保蔥是要炸到它變了少許啡色 所以你要是確保油是足夠蓋得過蔥的表面 炸到它好像敷位那樣 即是這個情況就可以了 找個蜜網篩 把蔥全部隔掉 我們只需要一點油而已 這個時候那個醬汁已經是非常非常香 我們拌勻它 可以放在一邊 這部可以預先做定的 好了 用同一隻鑊 我們將我們的肉碎炒香它 我們就慢慢一樣 好像之前這樣 先煎香一面 反轉煎另一面 然後給味道 蒜和這個辣豆瓣醬 你喜歡的辣的就可以多一點點 我自己這次就用大約是1比1的份量 因為我想吃那個蔥油的味道 多過這個辣豆瓣醬的香味 我們要兜到它盡量收乾 我想說最近有一次我在中環賣東西的時候 有位網友就認得 他就問你好像以前說很多粗口 其實大家留意過我大半年 就是最近的影片 其實都已經是沒有粗口 就是盡量都想變回適合一家大小看 免得說說說說又有個粗口 很尷尬 始終我都是想煮食為主 所以很多不需要有的 或者是真的不小心講的都會必助 大家就可以開大聲一點看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將我們剛才的菇切粒 然後就可以放進去 炒香然後就可以把菇水加入 不用加水 不用加雞湯 只要加菇水 收拾 然後就加一些生粉水 埋一埋焦 我們這個肉碎會有一個很強烈的菇味 非常香 非常好吃 當然你不喜歡加菇的 你不會吃菇的 那就可以放多一點味 或者是雞湯 好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放一面再煎蛋了 用一隻平底鍋 我們這次用回之前的疾化鐵鍋 油熱的時候 就可以將雞蛋先倒少許下去 去定了少許形勢 就可以將剩餘的雞蛋倒下去 這樣煎蛋做出來的形狀就可以軟一點 就不會說射到周圍都是 可以試下這樣做 有時候煎蛋都是少許學紋 雖然自己不擅長 假如你見到少許煎不到的部分 你可以用鑊鏟去攘爛洞 然後就可以將它的位置打斜 就煎熟它未熟的部分 好 我要是寬生熟的太陽蛋 斑斑面 這個時候灑面 麵就不需要加鹽 什麼都不用 只將它養開 煮熟它就可以 絕對是喜歡的軟度 然後就可以拿出來 這個麵叫做刀剎麵 上次行超市 看到好像很健康 這個僑墨的刀剎麵 當然你可以轉的 你可以轉粗麵 轉米線 這次是熱露 假如大家喜歡吃冷的版本 就可以啤啤水 浸凍它 放進去攪拌 都可以 不過我喜歡吃熱拌多些 好了 拌完之後就是這樣的樣子 非常之靚 非常之吸引 其實都是一般的拌麵 不過是蔥油那裡很香 好了 將肉碎加進去 將其他材料加進去 記得要放一隻太陽蛋 我想說 我們這次就講過 我們是有這個慢煮48小時的牛 我們接下來會分享一下怎樣煮 也是非常邪惡 非常好吃 軟到飛起的牛小排 我們今集這個香辣肉碎拌刀剎麵就完成 非常之簡單 大家就不妨試一下 便宜 但是一定好吃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這條 這麼短5分鐘就播完的食譜 喜歡吃拌麵 就包你吃過翻層味 當然 大家都要看 吃過翻層味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